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模仿全新英雄月光骑士 全新的影集已经是在迪士尼plus上架咯 不啰嗦就跟着W的介绍赶快来看看吧 在影集第一集的一开始呢 其实先找到的是这位医生霍克饰演亚瑟哈罗 蛮有意思的 应该每天都会做的像是一个仪式 桌上摆放了他的鞋子 手帐一块布还有水壶跟一个玻璃杯 看到了先是倒了一杯水 亚瑟喝了水之后让观众比较意外的是 用了快一步把玻璃杯包起来 敲成碎片 再把这些碎片分别放到旁边的那双鞋子里 然后就看到了亚瑟穿了这双鞋子之后 走了出去 前面W就大概介绍过医生霍克饰演亚瑟 是一个邪教教主狂热的宗教分子 所以在影集开场所看到的 透过这样的铺陈 类似导戏密码 主页会修饰 编打自己 然后又一整天带着苦修带那样 大概就可知道他是一个以急动方式要求自己的人 然后镜头接着转到了伦敦我们的男主 奥斯卡依萨克所饰演的史蒂芬格兰特这边 是以这一天史蒂芬请过来后分别是检查了 包括绑在脚上的束带 床边的白纱 门框上的胶带 过来是一边打电话 留言给他老妈 为他养的一只只有单边有期的金鱼 像柠檬那样 开始了他一天的生活 赶着大公车上班 史蒂芬是在一家博物馆里面的礼品店工作 有一个很讨厌的老板 路西萨克雷饰演的唐娜 不过也可看到 其实史蒂芬懂得很多 包括了像是如何制造木乃伊拉 或像是关于九驻神 埃及九个主要神奇中勇之士 看起来史蒂芬蛮可怜 一个人蛮孤单的跟一个雕像的街头艺人聊天 随便吃个晚餐 然后再回到只有他一个人一只小鲸鱼的住处 也从每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间做的一些布置 但是上可以知道 史蒂芬有某些问题存在 似乎是想保持清醒的状态 解谜看书等等 就像在房贩者睡着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 每天晚上铺上白纱 门框贴上胶带脚上束带 但看到了接下来的剧情就很跳跃的 史蒂芬再次醒来 竟然是脸趴在草地上 意想不到的身处于莫名原野 眼前的小镇脑袋有人跟他说话 说到他把身体交给马克 发现了口袋多一个圣甲虫小物 还有身后面的城堡上面有人对他开枪 想必这座城堡应该就是一开场 看到亚瑟身处的那个所在 而史蒂芬惊慌失措逃跑之下 时来到小镇 看到了史蒂芬逃到小镇 这一段就刚好是遇上了前面W介绍过的 亚瑟先生在小镇里面进行他步道过程 也正如W之前所推测的 这边就是史蒂芬第一次碰灭亚瑟那个moment 只不过没料到这时候史蒂芬已经是看过 也已经是把圣甲虫拿到手 这个圣甲虫将会是后面一个关键重点 虽然观众包括史蒂芬都还不知道圣甲虫用途 然后史蒂芬在这边也是首次见识到亚瑟的耐 亚瑟在小镇广场步道展现神迹的过程 可以看到是以阿米特之名 阿米特呢其实就是埃及神话里拥有二鱼头 石子上身以及河马下身的神奇生物 而透过了亚瑟对志愿者展现以阿米特为名审判 所在于史蒂芬的白洞也看到两个不同的结果 包括了第一个男人通过考验 史蒂芬保持了原来的墨绿色 亚瑟公布了他少人 接着另个老太太就没那么好运了 天明刺心的结果是琴鞋而且变成红色的 所以过来看到这位老太太倒了下来 应该是被GG掉 然后被其他部下给带走了 目睹这些 过来就轮到史蒂芬要倒大霉了 亚瑟部下终于到了广场 而亚瑟接下来也发现到了史蒂芬混在人群之中 哈 其实史蒂芬自己说的是实话 但结下一连串的怪事 包括了身体不停使唤 史蒂芬想把圣甲虫敲出去 却变成像是在故意戏弄亚瑟似的 还有转眼瞬间击倒了周边一些人 而不可思议的圣甲虫竟然还是在他的手上 甚至后来史蒂芬拖开走了蛋糕店的货车 在一连串法夹湾山区公路上的追逐站 加上了脑袋里面一直有人在训练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竟然都能花钱为宜 史蒂芬挂掉了所有的追逼 然后在心情过来时却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好了 大概可以知道 史蒂芬在昏迷的一段时间里面就会发生怪事 而且在山区小镇那边相当幸运的 似乎是每次在围棋的时候 史蒂芬就会断片 然后当他栽有意识时 就都能渡过难关 没事的 也就算史蒂芬在他自己的房间 醒过来发现脚踝的束带 门框上的胶带依旧 他以为刚刚经历过其实都是末一场 是真的吗 史蒂芬一转头发现了小鲸鱼玩好的两片棋 小鲸鱼被人换过了更严重 大挑的竟然错过了他难得才有的约会 而且约会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两天了 史蒂芬发现了他中间有两天竟然凭空消失 这些当然是是有蹊跷啦 寂寞又失望的史蒂芬 过来的家里有其他发现 从地板的关门追到了墙壁高处 有一个秘密夹层 而就在这个秘密夹层里面 史蒂芬发现了旧式的折叠手机 钥匙甚至由此可以看到 史蒂芬还在研究上面的未接来电 同时就有人打电话到这一只手机上了 就是梅卡拉梅围所饰演的雷拉 不过在这一集只听到声音 雷拉还没正式登场 然后雷拉把他当作是马克 真的是太奇怪了 到底马克是谁呢 嗯 再一次听到马克这个名字是浮处台面 如果有看过W前面的分析介绍 应该不用再多说 大家应该都很知道了解到 就类似的像斗争俱乐部那样 艾德华诺顿跟布莱德比特 他们两个人分别是饰演了 同一个人的不同人格角色 艾德华诺顿是无聊无趣的那一个 布莱德比特则是不时会跑出来 闹是强悍的那一个 在又光起是开张的第一集 剧情就只照到了史蒂芬醒来发生的事情 但史蒂芬昏迷睡着之后 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史蒂芬不仅是不知道 看起来也是有种故意要隐瞒 不想让史蒂芬介入 只不过看到的是越来越怀疑 而且也就在史蒂芬越挖越深入的状况之下 剧情越显得走向了像是恐怖鬼片那样 就在自己住家大楼的电梯里面 隐身的长廊 突然出现了大嘴鸟库陀木乃伊 是吓得史蒂芬惊慌失措 一整个是不要不要的 史蒂芬就在经历了这一场电梯禁婚季 这次醒来之后竟然是身在每天上班的公车上 但竟然想过昨天晚上看到的鸟库头莫来伊 还有巴士上出现前面照面过的亚瑟 史蒂芬知道了前面经历过的竟然都是真的 随后也看到了亚瑟跟踪到他上班的博物馆 而且透过亚瑟跟史蒂芬的对话 可以知道亚瑟他是采取一种积极或者说是偏激 根据所看到的言行来判断 亚瑟主导的这个教派是已被称为阿米特的生命 以主动出击透过前面看过审判的方式 说是听见情道主动是要来除掉世界上的坏人 一度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史蒂芬 不过发现没有效 判不出一个结果算是混乱脑袋让审判失准了 而其实白天博物馆很多让史蒂芬逃过一劫 但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轮 竟然是出现了一只怪物要来干掉史蒂芬 千万换终于在第一集的最后一幕就在博物馆暗处跑出来一只大怪物追着史蒂芬当下 该来的还是要来厕所禁止你的马克出现 并且主动要求了史蒂芬交给他身体的控制权 而这一段也成了第一集最劲爆的一幕就在史蒂芬交换之后开始变身的千军一法 怪物冲了进来 不过转眼是逆转的情势 也终于是看到了月光骑士现身通编的这只怪物 嗯真的是超帅的啦 在月光骑士的第一集透过了不一样剧情的铺层 包括了带出邪教教主亚瑟也信以进化地球产间除恶为口号 利用圣章阿米特正义为名 但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一心想要想到圣甲虫到底是为了什么 怀烈的前面史蒂芬有金手圣甲虫 但现在圣甲虫又被马克藏到哪里去了呢 而通过了类似斗争俱乐部的剧情铺层 最后终于马克登场了 马克是谁 又会为师弟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冲击 相当有意思不一样 带来有点神经质的英雄 首部的第一集几乎预告六七成都出现过了 所以后面还会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呢 W觉得是蛮赞的 值得继续追 也是在这边推荐给麻布迷大家来参考咯 大概就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投论月光骑士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